做媽媽真的很開心 我不知為何遇到她的媽媽也很辛苦 辛苦是一件事 但我覺得我是開心多於辛苦 我覺得能夠做到媽媽 其實是一個很幸福 也都是一個福氣 不是每人都可以做到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 我第一個嬰兒沒了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 不是你想可以做媽媽就做媽媽 所以我現在一有機會可以做到媽媽 這兩個嬰兒當時出生 就是我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盡心盡力去做這個角色 而這個角色沒有人教你怎麼做的 學習吧 看書吧 母親都可以很不同 所以我先了解我兒女 先了解我自己 我怎樣去和她融為一體 我就覺得我很享受每一天 我享受每一天 這就是我很努力去做 到現在我仍在享受 因為她們只有十歲 所以我也是很開心在做媽媽 我們兩個什麼都一起處理 不會說扔給一個 我們兩個都什麼都一起處理 到所有事情 我們在臨睡的時候 我們所有事情都要解決了 就算小朋友有情緒 我們經常說情緒 因為我不覺得鬧情緒是不好的 我覺得不是負面的 你就安撫她 抱她 讓她發出來 然後到我自己又不開心 我會和兒女說 我會和兒女一起照顧她 在嬰兒的時候 到她慢慢成長的時候 不是再像媽媽一樣 其實真的應該跟她做朋友 現在我們真的很好朋友 但當然她是尊重我們的 她知道最後都是父母愛她們 最後要有一個很重要的根基 就是愛 你怎樣罵她 說她也好 到最後你都要愛她 愛的意思是 你除了抱她 你也需要解釋給她聽 你為什麼這樣做 而令她知道 你的出發點是愛她 這樣是沒有隔夜受 也不會放在心裏 大家不會不開心